第一次練的時候 我回去要十分鐘沒有辦法練到 每一個星期我就馬上一次加 到十五分鐘 沒有到一個月我就可以再半個鐘頭了 小的時候差不多十歲左右感冒 那時候喉嚨都發炎 那個化膿那個病菌那個病毒 就跑到心臟裡面去 感染那個心磅膜 後來那個醫生說是二肩磅必鎖不全 後來經過心導管檢查以後 醫生說已經 他說已經腫大了 有細菌在就腫大 第一次開刀那時候 差不多三十歲那時候 那時候我是想說 欸 開刀就好啊 就快點去開刀啊 好 傻傻的 後來發現開刀以後 身體就一直不好 有失眠啊 又常常頭很痛啊 常常就一下看中醫 一下做推拿 六年前就是六年前 停中風 在九六年的時候 真的中風倒在那邊 那我那時候馬上送醫院 經過醫生那次檢查以後 他說是在心臟的問題 他跟我講說一定要就是 要開刀才可以 開刀以後 他說你那個半膜都 全部都蓋化了 不能用 一定要換掉 一定要換那金屬的半膜 就是一輩子都要吃那個 抗靈血的藥 開刀以後 整個身體狀況都很不好 出院以後 因為家人在幫我補啊 就吃那個什麼牛肉 雞肉就吃 那時候中風的關係 我的牙齦 有一點那個疑味 所以都不能咬 但是勉強就吃下去 哇 那時候很不舒服 身體的狀況都很不好 就是說都沒有力氣 就是都睡不著覺 都很不好就對了 醫生說那個 中風那個老幹是語言神經 他叫我出院以後要復健 還要排那個語言神經的治療 可是都沒有排到 後來我妹妹是 她是 剛好是買出的兩本書 就是挺帥 工跟挺帥的正塊 我是很像洩氣功的 我說等到我們帶來台北再去看看 去了以後就看 我說都開始報名 馬上報名 那櫃台有一個小姐 她跟我講 她說你快點吃素 你變得跑一半了 我就很高興啊 這麼簡單吃素 就可以跑一半好很棒嘛 那一晚上就開始吃素了 一口粉都不敢看了 那就開始就買妹妹東西吃這樣 第一次就練的時候 我回去要10分鐘沒有辦法練到 一個星期我就馬上 一直加到15分鐘 沒有到一個月我就可以 少半個鐘頭 一問到不舒服的時候 我馬上打電話來問 我只要打一個電話我就 心裡就很 就蠻放心的 就比較舒服一點 所以說一一等碰到問題 我就打 一碰到問題就打 我們家人還是很緊張 你家人緊張 很緊張 他們比較緊張 我比較沒有 因為師姐有跟我講嘛 她說你是過築時期 我就不緊張了 那個叫我來當醫工就來了 她說你根本沒有病 她說把基金打開 你真的沒有病 我覺得奇怪 我這麼重的病 你說沒有病 我覺得這很奇怪啊 我就聽她的話我就來了 然後後來我是 其實我很多問題 一直打來問啊 後來我發現來了以後 好像都比較沒有問題 問也問不出問題了 可能這邊有人可以講話 講到話那種 比較感覺比較好 我覺得 我很適合跑來跑去 越跑好像越跑 我真的很感激啦 我覺得這個工法真的很好 真的一定要推廣 它有動靜見修嘛 而且我覺得 道場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到我們修嘛 修行嘛 以前都不懂 還發現修行真的很重要 我覺得這個地方好的地方 就是說吃素跟修行的方面 真的不一樣 跟別的工法真的是不一樣的地方 本來出院我吃很多種藥耶 安眠藥 白天還吃那個抗焦慮的藥 什麼時候都沒有吃了 我慢慢就瞭解了 因為吃藥是真的沒有用 我也覺得 安眠藥是最可以不要吃的 馬上就把安眠藥戒掉了 見到那時候也是很不舒服啦 差不多一個禮拜就把它過去了 那時候我是想說 可以睡覺就很感恩了啦 後來慢慢把藥都借著 剩一個燙泥群 不敢借掉了 我心裡是一想不要吃的 那我先生就叫我一定要吃 我都不敢吃 我把它丟掉 我把它丟掉 他們很緊張 然後我說 我不管他都沒有吃啊 我是跟我先生講 我說是我上課 你沒有上課 你不了解 我覺得我自己覺得是這樣 我就這樣做 九六年九月來了 到了隔一年 隔一年差不多就沒有吃了 後來就全部都沒有吃了 欸 練得很辛苦 還要排藥好麻煩啊 我管他就不吃了 我覺得吃也沒有怎麼樣 我每天啊 我一定照散散練 不是早上一次玩 下午一次 晚上一次 睡前我一定練 覺得練功很重要 就是說好像我們吃飯 睡覺一樣 那麼自然 就不會想不想練 其實練功真的很好啦 因為你過 直接一直過 還是過去啊 那你身體是越來越不好的 那我們一定要練功 才把身體練好 才比較清爽一點嘛 對不對 對啊 我覺得是這樣 然後再來10月 還有下次再見 對